简家家归森严 饭桌上 长辈先冻快 小辈才能冻 长辈下了餐桌 则代表用餐时间结束 今天是我回家的第一顿饭 正等着开饭呢 庸人却说大小姐发烧了 没胃口吃 下一秒 长辈简老太爷就下了餐桌 而原本端坐在桌上的人 一个个争先恐后逼下了桌 朝楼上好去 啪鸡 我的饭没了 看着他们风风火火的往楼上走 我念头一动 也跟着上楼 毕竟没有人能在 在惹我不开心后全身而退 房间里 祖孙秦深的荧幕正在上演 老太爷语气里满满都是心疼和无奈 你啊你 最近天气早晚变化大 海上更是危险 你这一天天的 总是跟你几个哥哥往海上跑 现在好了吧 终于将自己折腾病了 简凌落淡淡一笑 有种亲吻孤傲的气质 爷爷 我也是简家一员 与哥哥们一起负责家族事务 也是我的责任 况且我从小就接受武术培训 实力也不弱 就算遇上海盗 我也有自保的能力 我不是那些躲在家中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蛟龙女子 我们烟调了调眉 唇角很轻的勾起 嘲讽的像 还真的是一个不安适适的大小姐 这一番言论有够可笑的 简凌落其实在我走进屋的时候 就注意到我 因此也注意到我脸上的表情 她眉头微醋 这刚接回来的妹妹 是不是对她有什么意见 不然为什么对她露出那种表情 是看不起她吗 她看向我的眼神太直白 眼中的不悦也很明显 简老太爷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就看到依靠在门边的身负一少女 顿了一下 朝我招招手 招哥 过来爷爷这里 我乖巧的上前 这是凌落 就比你大三个月 是姐姐 简老太爷道 我点头 软落道 我在船上见不大小姐 简老太爷一顿 纠正道 招哥 你应该叫姐姐 我微笑不渝 姐姐 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当我姐姐的 简老太爷见我这样 眼中闪过一丝无奈 她这个刚认回来的闺女 看似乖巧 但脾气是倔的 凌落 这是招哥 是妹妹 简凌落眉眼淡淡 沉默 抗拒意味明显 简老太爷 行吧 两个都是倔的 给大小姐准备点清淡的饮食 你会送上来 简老太爷朝庸人吩咐道 抹了眼眨眨眼 先是看了看简老太爷 又看了看床上一脸病态的简凌落 软落道 大小姐是简家家主吗 一句话 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就连庸人也将在原地 低垂着脑袋 不敢去看家主的脸色 更想立马消失在原地 简凌落则因为我的这番话 原本就苍白的脸 此刻变得更白了些 唇角紧拧着 眼中有被羞辱后的愤怒和隐忍 但眉眼间依旧是冷淡的 气质清冷 他淡淡逆了我一眼 对于我直白的挑衅武器不屑 更不想跟一个被极度驱使的人争辩什么 不过是一顶脏水 爷爷自然是懂他的 简家人更是 他不怕 惊者自惊 简老太爷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让人看不出来他此刻在想什么 放肆 谁让你在这里大放厥词的 简大爷瞪着眼睛 一步上前 威严呵斥道 一看就是被气狠了 我歪了歪头 无辜道 简家家归第21条 一日三餐 准时开饭 过时不后 其余时间不开灶牌 现在是 我锁定墙上的钟摆闹钟 继续道 傍晚6点35分 已经过了开饭的时间 也意味着不能再开灶牌 现在给大小姐开灶牌 你正是说明大小姐是家主吗 毕竟除了家主 谁还有权利不遵守简家家归 对吧 简大爷被我这番有理有据的话 堵得哑口无言 下意识辩解道 你爷就是家主 给林诺开小灶 也是身为家主的权利 哦 大爷的意思是 家主是不需要遵守家归的 家归只是为了限制简家人的行为准则 我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一脸诚恳道 简家大爷 他是这个意思吗 简家众人 老太爷 既然你一句话就能搞定 那你能不能也分配一下 庸人给我也准备一些吃的 我又道 你们一个个简步如飞 跑得那般快 一看就是不饿的 所以不清楚 我可是整整三天都没好好吃一点东西了 走一步都累 真的很饿 最后两个字 我加重了语气 表情严肃且认真 简大爷 这小丫头 伶牙俐齿 一点也看不出乖巧的模样 可我偏偏又摆出一副乖巧笼的模样 真是 好气 可又奈何我不了 简老太爷算是听懂了 这小丫头是在暗戳戳的讽刺 他老头子拿鸡毛当令箭 装模作样 又在指责他偏心 还为了另外一个孙女 虐待一个三天没吃饱饭的人 回到家还是没饭吃 更是在暗讽他们一天天吃得太好 身强体健 简老太爷看着小孙女瘦弱的身躯 好似一阵风就能吹倒 心里顿时升起一丝愧疚 是他考虑不周 刚刚听到凌落病了 脾气太快 忘了这一茬事 你去叫管家重新准备晚饭 一个小时重新开饭 简老太爷思虑了一番 对门口的庸人吩咐道 是家主 我没有听到自己想听到的那一句 以后你也不用遵守简家家规的话 有些遗憾 但能重新开洗 也不错 反正我也不会在简家待很久 忍忍就过去了 老太爷英明 简凌落心里升起一丝不舒服 他没想到爷爷会这般 纵迷这个新回来的妹妹 这种特例原本只有他一人拥有 我吃饱喝足 心情也变得美丽起来 回了自己的房间 半夜 咔嚓 简乐之缓缓推开门 一个闪身进入房间 关门 今晚他只要闭眼 就想起凌落妹妹脸上闪过的落寞 联想到亲妹妹刁难凌落妹妹的场景 他眼中闪过一抹戾气和不悦 这个亲妹妹不是很乖 他得给点教训 扑通 简乐之刚走出三步 就扑倒在地上 他试图爬起来 但双手双脚不听他的指挥 他似乎不能动了 心下一下就慌了 而就在这时 一道脚步声缓缓响起 很轻很轻 很快 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双雪白的狱卒 简乐之视线顺着狱卒一点一点网上看 然后就与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眸对视上 他的大脑有一瞬变的空白 第138个 软弱的声音隐隐带着一次兴奋 然而简乐之没听懂这话是什么 所以也就没注意到我话中的兴奋 你在说什么 简乐之下意识出口反问道 我悠悠道 啊 我的意思是 你是第138个撬门 进我屋的人 你不是第一个哦 简乐之思维有一瞬的呆滞 可很快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下就黑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哦 我一眼就看出他在想什么 手中握着一把手术刀 轻轻拍了拍他的剧脸 心情愉悦地解释道 他们可都是我行走的储备前库 都是大好人的 就跟你一样 简乐之听到这 额角秃秃直跳 他咬牙道 储备前库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对呀 大好人 对呀 我见他似乎不信 又给他科普了一番 七岁那年冬天 在我快饿死冻死前 第一个好心的叔叔 撬了我家的木门 进了我的屋 给我送了三百一十块钱 人可好了 他让我度过了一个 吃得饱穿得暖的冬天 不过可惜的是 叔叔他自己却死在了 那个冬天 你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我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 露出来的两颗小虎牙 看起来有些甚人 不 他不想 简直地摇头 咽了口唾沫 在心里呐喊 我无视他的抗议 凑到他耳畔 语气轻松且惊议道 首先 我把叔叔的小弟弟淹了哦 边说 手中的手术刀 划到他两腿间 简乐枝看着我病态的笑容 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 尤其是当下传回来的冰冷出感 更是将他的魂都给吓破了 我没管他此刻是什么心情 自顾自动 哦 对了 我淹他钱 给他喂了哑药 所以不会吵到邻居睡觉 不过还是能感受到痛的 就像这样 我手术刀稍稍用了下壁 刺在他的大腿内侧 距离小简乐枝就差一点 当然 为了避免他叫出声 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 朝他嘘了一声 不要叫哦 你这样会吵到别人睡觉 你难道也想变成哑巴 简乐枝惊恐地摇头 闭上嘴巴 我笑了 眉眼弯弯 乖 简乐枝 这个字 听在他耳朵里更惊悚了好吧 我刚说到哪了 我顿了一下 啊 想起来 第一个好心人被我淹了 后面 我把他的手指脚趾 一根一根地切了下来 说着 手术刀继续随着我的花儿行动 简乐枝此刻是真的大气 不敢出一下 我挑了好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讲 等讲差不多了 才慢通通道 九少 你是大好人吗 简乐枝 知道他怎么回 嗯 我轻哼了一声 这人不上道 要不直接毁尸灭记板 简直的触碰到我灰暗的视线 身下顿时一凉 同时脑中灵光一闪 危险的本能让他迅速开口 我愿意做你的储备前库 数日 我在早饭开饭前 准时出现在餐桌前 然而明明开饭的时间 都过去一分钟了 老太爷还没动快 我一扫过简家每一个人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就像是为了应验 我心中所想一般 简陵落缓缓从楼上下来 面容轻了 举止优雅 不急不缓 一副人但如举得高尚气质 高高在上 妥妥的女王饭 他们就像是等待女王垂帘的女仆 尤其餐桌上 原本还处于一副压抑严肃的氛围 一下荡然无存 简家众人一个个脸上 都当起一抹笑容 还真是让人不爽 大早上爬起来吃饭的美好心情 一下都被这些倒胃后的家伙全破坏了 在幽怜给简陵落拉开桌 以前一秒 我慢吞吞的开口 且慢 简大爷听到这道声音 心里咯噔一下 心里一下就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果然 在他呵斥前 我甜甜一笑 露出人畜无害的两颗小虎牙 软弱的声音在众人耳畔响起 简家家规第21条 一日三餐准时开饭 过时不后 其余时间不开灶台 现在是7点33分 简大小姐已经错过了吃饭的时间 大小姐现在上桌 违反了简家家规 她该接受惩罚 简落连将注 她一直都是这个时间下来 这还是第一次被人用简家家规的手脚 我见没人说话 洋装不解道 简大爷 是我说错了吗 简大爷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却哑口无言 简大爷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说 简家家规 对简大小姐只是摆设吧 我夸张地捂住嘴巴 大声道 还是说简大小姐不是简家人 所以不用守简家规矩 我继续添有家伙 眼底的一语讽刺直白赤裸 简大爷文言面色铁青 简落林轻拥病态的俏脸 有一丝丝军裂 简家众人 呵 招哥妹妹 你刚回来可能不知道 若林妹妹一直都是这个时间下来 只是超出了几分钟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三少简青涵本身就是个细心的 注意到此次的尴尬 温声解释道 简落林听到三哥维护的话 心下一暖 感激的看向他 三少简青涵回以一个伤暮躁的微笑 我歪头 视线平静的望向他眼底 按照三少话里的意思 简大小姐不遵守简家家规 是你们故意纵容的 一顶纵容的高帽子 直接砸向所有简家人 将所有简家人架在火山烤 简家人从小就被灌输了要刻起手里 团结一心 将简家家规刻进了骨子里 纵容这顶帽子扣下来 赫然就是在打他们的脸 大部分简家人的木火一下就被点燃了 可骨子里的教养和礼仪以及家规限制 又让他们做不出泼妇卖街的行为 一个个憋红着脸 瞪着我 就好像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看着众人的反应 我忽然觉得 简家家规似乎也没那么讨人厌了 我再次看向简二爷反问道 简二爷 你们这样算不算是共犯 算不算一同触犯简家家规 正所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要是所有人都像简大小姐一样 不是简家家规 那还不如直接废除了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简二爷一生都在为家族奉献自己 对规矩最是看重 平时老爷子在场时都没有说什么 他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正如小侄女所说的 简露玲能无视简家家规 都来自简家自家人对他的无底线纵容 他是简家唯一的女孩 只需要开心快乐就行 其他的也就没必要太过苛刻 再加上他也是打从心眼里疼爱这个侄女 自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线下被这个刚接回来的小侄女挑明 身为戒律堂的负责人 要是在冲耳不闻 那就是在打自己的脸 把自己的权威弄在地上摩擦 简二爷深深看了这个说话 软弱乖巧的小侄女 轻轻点了下头 严肃地开口 招歌侄女说得有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 饭后都下去领发 我文言舒坦了 梦里每次吃饭 所有人都要等待高高在上的简露玲几分钟 简家所有人还甘之如頤 这样的他们是真的有够可笑的 也让简家家规 简家显得更像是一个笑话 当然让我恶心的不是等待这两分钟 而是梦中的我 有一次迟到了一两分钟 结果却是我被重重的罚了 在祠堂里跪了整整一天一夜 未济一滴水 出来后还被简家兄弟 私下轮番谴责的无地自容 他们说我华众取宠 想要学简露玲 不知好歹 庸人鄙视的眼神 生活上的怠慢等等 这不一样的对待 也是导致渴望家人的 我极度简露玲的导火线之一 果然与其自己一个人生问起一日 不如一起发颠 简家众人愤怒 郁闷 他又不敢反驳 不过这些人中有一个意外 就是我的双胞胎科的简青星 他眼中只有好奇跟崇拜 简五爷望着浑身都是刺的小女儿 对于我的行为有些不赞成 心里思存着 是不是该给我找一个李老师 让我懂得尊重长辈 和姐妹和谐共处 简露玲敏唇 手指紧握 线下她是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随后托子不舒服 匆匆离去 简家年轻一辈 担忧关心 想要追上去 但长辈还坐着 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让他们不敢随意妄动 无法发泄的他们 就只能一个个瞪着我 我笑一眼的回望回去 只将他们看个心虚撇开视线 不敢再与我对视 招招 哥侄女 你放了第二十五 时不言 寝不渝 不得大声喧哗 更不得制造噪音 发后也下去领罚 简二爷淡淡的 我笑一眼被摇头 软身反驳道 简二爷 你莫不是年纪大了旺吗 简家第七百三十一条家规 简举触犯家规者 可后面一次家规惩罚 我刚简举有功 不正好供过相底了吗 简二爷 他迟疑了一下 你一夜之间就将简家 三千一百条家规全记住了 当然 不然我怎么抓住 你们不遵守家规 我认认真真道 简二爷 你不会是想以 我不清楚简家家规为借口 故意罚我的吧 不会吧 不会吧 简二爷最大公无私了 肯定不会这般做的对吧 简二爷 大公无私就像是一个重重的巴掌 狠狠地扇在他的老脸上 让他颜面扫地 毕竟他就是故意的 想要给我一个教训 可哪从想 简家众人 抓住二字是在无形中打他们的脸 一个个脸皮薄的 更是羞的地下的头 再也不敢于我对世上 反后 我也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 拿着从酒上 简之肉那里薅来的羊毛 出门 简老太爷坐在阳台前 静静听着老管家 将昨晚老酒做的事 和今早餐桌上 发生的是一一禀报 赵哥这个丫头 倒是零压力吃的 还真是一点亏都吃不得 周身都是色 他叹息了一声 哎 老孟 你说 我是不是太纵容洛林丫头了 老管家没有接这话 只是安抚的 老爷这样做 也是因为洛林小姐 是简家唯一的小姐 简家难得有一个孙女 大少他们一大帮男人 多宠溺大小姐 也是人之常情 简老太爷轻点了下桌面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你刚刚说 老酒今天的行为很古怪 看得像是在忌惮恐惧 金哥这个丫头 是的 听你正宜说 我反倒是有些好奇 昨晚赵哥这丫头 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简老太爷眼中闪 为似兴致 想了一下还是吩咐到 把昨晚楼九摸进 自己亲妹妹房间的视频 删除了 这事就到此为止 是 老爷 老管家见他闭上双目 便悄悄退了出去 新城内城共分为11个区 外城则有25个区域 务力于第5区 简家商城门口前 威养着头 仰望着眼前的旁人大物 与外城的老婆威楼不同 内城的高楼又高又新 街道每一段路 都有简家守卫巡逻 没有随地乱扔的垃圾 也不用担心 走在路上就被人无嘴拖走 或者有人忽然 迟到冲出来抢劫等等 一座高墙的阻拦 一个是天堂 一个是地狱 我静止朝商城走去 九少简乐之间 我进了商城 拉着八哥简余光 连望追了上去 老九 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跟着他 八少简余光一脸黑线 不懂自家弟弟这是什么操作 偷偷摸摸 非君子所为 九少简乐之神色微闪 他今天刁难林洛妹妹 八哥你难道不生气 不想教训教训一下他吗 八哥那么疼爱洛林妹妹 肯定不会拒绝 八少简余光面无表情地扫灵眼酒地 冷漠地将第351条家规摁了一遍 简余第351条家规 不可手足相残 你是嫌弃二爷戒律堂里的刑剧太新了 想去试一试 九少简乐之人挖了 得了 他忘了 八哥死脑筋 为人刻板 只认定他觉得对的是 更是将简佳家规视为人生信条 他就不该拉八哥一起 我也没说要手足相残 九少简乐之心虚道 我的意思是 就小小的吓唬他一下 让他收敛一下脾气 你也不想招个妹妹以后 挑衅简佳家规吧 他今天可是连废除家规的话都能说出来 要是继续放纵他 保不齐还闹出什么妖罗子 八少简光想了一下 觉得九弟说的有点道理 况且他也确实很生气 我早饭说的那句 最初简佳家规 还惹得洛林妹妹下不来台 如果稍稍吓唬我一下 就能让我收敛脾气 倒也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走吧 先跟上去 等找到机会 你要听我的 想通了这一点 不用九弟拉着 他自主跟着 九少简乐之嘴角上扬 忙点头道 都听八哥的 我跳过一二楼 静止往三楼走去 一间一间服装店逛过去 终于找到一家上了冬季服饰的店面 我直接找到女销售员 你好 你这里有冲锋衣 女绒服 毛衣 保暖内衣 皮草服 大衣 羊绒衫 棉裤 毛裤 发热手套 帽子 围巾 耳套 棉袜这几种防寒衣服吗 女销售员微笑的点头 有的 女士 不过上面的冲锋衣 皮草服 大衣 羽绒服 羊绒衫 棉裤都是稀缺资源 其中冲锋衣 皮草服 大衣需要黑色票兑换 羽绒服 羊绒衫 棉裤 发热手套 则需要绿色票兑换 请问您是否需要 我将身上的票都掏了出来 红色的票有五张 黑色票有二十张 绿色票有三十张 我在一堆票上挑挑剪剪了一番 取出六张黑色兑换服饰的票 二十四张绿色兑换服饰的票 冲锋衣 皮草服 大衣 个来两套 羽绒服 羊绒衫 棉裤个来六套 我将票放在桌上 轻声道 女销售员摇头 谦然道 不好意思 女士 冲锋衣 皮草服 她的个来五十套 女销售员文言嘴角的笑容 越发的真挚 手指飞快的在键盘上敲着 很快得出一个数字 你好 女士 总共一千三百元 请问您是要现金还是刷卡 一千三百元 一毛可以买到二十个馒头 足够外成人一家五口吃上三天 所以说一千三百元算得上是高消费 而刷卡 外成人是不配的 毕竟开卡费和月费 他们都承担不起 一张卡也是区分 真正有钱人和一般有钱人的区别 他买的东西 我全都要了 我刚想回答 听到这道略显耳熟的声音 倒嘴话顿着 我回头看向说话之人 准确地说是两人 一男一女 都是熟人 简家七少简家和 以及他未婚妻汤姆森 安维娃 也是在船上埋怨我救他的少女 刷卡 我紧扫了一眼 就没再理会他们 对着女服务员道 见我无视自己 汤姆森 安维娃面部扭曲了一下 尤其是看着我那张 娇好完美的脸庞 心里的怒火是怎么直接止不住 我明明长得那么漂亮 当时为什么要遮掩容貌 故意伴仇 如果海盗看到的是 简兆哥这张白皙叫好的脸蛋 那遭海盗领悟的就是简兆哥了 害得他现在每月睡下 都要被噩梦惊醒 汤姆森 阿维娃愤怒 恶心 他觉得自己好脏 哪里都脏 都怪眼前这个女人 为什么就不能替他去受苦 明明只要这个女人乖乖被海盗睡 那就不会有他什么事 况且他又没说不回报 等救了自己 脱了血 汤姆森 阿维娃可以大度点 许诺简兆哥内成人的身份 这对一个外成人来说 可是无上的荣耀 现在更令他愤怒的是 原本背贱肮脏的人摇身一片 还成为简家二小姐 身份甚至比他还要高上一等 凭什么对方病那么好 而他却要如雨薄冰的 去讨好汤姆森人和简家人 现在他更是被偶心的见语玷污了 汤姆森家那些如朗一般的姐妹 肯定会想尽办法让家族换婚约对象 现在他唯一能抓住的只有简家和 以及讨好简家人 简招哥该死 汤姆森 阿维娃冷冷地瞪着女销售员 威胁道 你敢不听我的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让你一家在内城都混不下去 女销售员文言 表情僵住 一个能刷卡的客户 一个身份看起来就不简单的客人 很明显两个都得对不起 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家里还有好几口人等着他抚养 我看出女销售员的为难 虽然我不是什么大好人 但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算了 他要 那你就给他吧 汤姆森 阿维娃见我低头 下巴往下抬了抬 神色傲然 讽刺道 果然贱民就是贱民 我脚步一顿 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秒 最后落在他身旁 气哨简家和身上 对方看向我的神色淡淡的 丝毫没有要阻拦未婚妻 仗是欺人的意思 高高在上屁腻着我 那眼神就好像是在警告我 不许欺负他未婚妻 否则要我好看 所以 长了恋爱脑的人 是不是都什么优势非观 竟然连客在他骨鞋里的 简家家规都弄无事 我若有所思 我也不想跟两人辩论是非和对错 没有意义 现在距离即寒冰雪世界 又近了一天 筹集物资才是首要的事 然而 阿维娃小姐 请您放心 按照您的要求 已经将这位小姐拉入黑名单 以后无论哪一家店 都不再对这位小姐开放 家居店经理弯着腰 小心翼翼的 您看我这个处理 您可还满意 算你实相 汤姆森 阿维娃冷哼的一声 偏零眼一旁脸色惨白的女销售员 命运道 不长眼的员工 也给我开了 要永不入用 家居店经理文言 偷偷看了眼瞼七少 迟疑了 看我做什么 七少剪家和胡月道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没看到他未婚妻很生气吗 这种不听话的员工 不开除 留着过年不成 家居经理忍着心底的恐惧 颤声解释道 七少 是 是这样的 小记是剪家军的遗孤 安排他来这里工作的人士 是剪四爷 七少剪家和神色一顿 你说是四爷安排的 是的 七少剪家和迟疑了 但叹到心爱之人极差的脸色 和看向他时委屈的眼神 心下一头 他白白手 开了 四爷那我会解决 家居经理暗自叹了口气 好的 七少 小姐这傻孩子 为了一个陌生人 跟这些高高在上的少爷小姐杠 不是在自找苦吃吗 他家里还有一个11岁的弟弟和病落的母亲要养 这一遭被开除 往后的日子 难了 我一双好看的眉头死死夹在一起 剪七少 你确定要这般无底线的纵容你的未婚妻 我是真的生气吗 抢了一家店的东西就算了 可一路上来都抢 现在还拿断掉供应货员为威胁 限制我采买羽绒被 棉被这些家居产物的权利 甚至家居店售货员 仅仅就为我辩解了一句 就开除处理 真是被气笑了 这么想着 我也就这么笑了 只是笑不达眼底 眼底更是冰冷一片 七少剪家和宁为 训斥道 你家伙的剪家 阿威娃就是你未来的嫂子 尊重嫂子也是你应该学习的剪家规矩 况且你嫂子也没对你做什么 她心情不好 又不是故意的 你懂事点 让让她 不要在这屋里取闹 靠 这家伙算是把双标给完的明明白白 什么叫她心情不好 还不是故意的 这家伙脑子是被恋爱老家了吧 本事看待她一个女子遭遇了那等事上 不愈跟她计较那么多 可要是蹬鼻子上脸 甚至阻碍我筹击物资 那就去别怪我嘴度挑刺无差的攻击了 对对对 简七少说的对 她是该心情不好 毕竟她不久前一连伺候了好几个身强体壮的海盗 这是无论发生在每一个女子身上都会心情不好 我理解 我低眉顺眼 直接顺着她的话呛道 家居经理心下大害 像是听到了什么恐怖的话 将脑袋埋地滴滴的 此刻她恨不得立刻消失在原地 七少简家和正住 一时没反应过来 汤努森 阿威娃现在最恨的就是别人提起这件事 而且还是大庭广众之下 她惊慌地扫了一眼四周 原本聚集在一起吃瓜的路人 尤其在对上他们审视鄙夷的视线 她脑中的那根明媚理智的线一下就崩了 啊 贱人 我要杀了你 她咆哮着冲了上去 双手齐上 是不要抓了我的脸 我洋装慌张闪躲 一边关切地劝慰道 汤努森 阿威娃 你也不要自卑 更不要觉得自己脏 简七少那么爱你 肯定不会介意这点小事的 女子的贞洁从不在罗群之下 你要坚强 相信简七少 她绝对是一个好丈夫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简七少的一片权权爱妻之心 为了你 她可以上刀山下活海 现在不过是她头上一点绿而已 又不是你的错 就算你现在怀了海盗的宝宝 她肯定也会体谅你的难处 甚至一百个愿意养个无辜的孩子 即便那孩子不是她的 好歹毒的话 明着劝慰 实则是在拱火 扑吃 周围的人听到我的这一番话 个别挤人实在是没忍住笑出声 七少简家和彻底黑了 闭嘴 闭嘴 都给我闭嘴 汤姆森 阿威娃抓不住我 听见周围人的笑声 恐惧让她下意识捂住耳朵 一双眼睛怨毒的瞪着眼前之人 贱人 都是你的错 要不是你 我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 你明明有这等容貌 却弄成那副丑陋的样子 你就是故意的 我看了她一眼 瞬间了然 一直觉得好笑 还真的怨恨我一个外城人 没有牺牲自己去救她一个内城人 真是应了那句 声音 懂你愁 倘若当时我能果断点闪开 没有因那一丝恋隐之心而伸出援手 那就不会有后面什么事 毕竟梦中 因为我并未给予对方任何的帮忙 因此回了简家后 两人也只是点头之交 并没有太多的恩怨 可现在 简昭哥 你给我闭嘴 七少简家和尚前一把将人搂住 面色阴沉地警告我 我看看她 又看看她怀中濒鸣崩溃的人 撇了撇嘴 小咪咪道 是我多嘴吗 原以为你妻子一个动不动将剑鸣挂在嘴上 动不动拿全力压人的大小姐 承受能力应该很强大了 谁知道她那么脆弱 是我错了 我不该如此高看她 我现在就闭嘴 我说着做了一个拉拉链的动作 双眼微眯着 左脸颊的小酒窝若隐落线 远远看着 就像是一只计谋得逞的小狐狸 啊啊啊啊 汤努森 阿维娃揉顶着头发 再次东窥大喊大叫 你给我滚 七少俭家和鹅角轻轻抱起 朝我吼完 又朝四周的人吼 看什么汉 都被本上一滚 吼完 一掌T在未婚妻搏梗上 懒腰将人抱起 离开前 英智地扫了周围人一眼 那眼神似是要将他们的面容记住 更是在警告 一直躲在暗处的九少俭乐之扎巴了下嘴巴 评价道 我们这个妹妹嘴是真的毒 句句都精准扎在七哥和未来七嫂的心里 八少俭于慌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看着七弟离去的背影 平静地叙述着 七哥犯了家规第555条和家规第70条 根据他触犯的两条家规 需要接受编刑20 弯压此堂三片 九少俭乐之瞳孔剧烈颤动了一下 他僵硬地转过脑袋 结结巴巴道 八哥 你不会是想要剪取七哥吧 八少俭于光扶了扶鼻尖的眼睛晃 没说话 八哥 我们就不能当做什么都没看到吗 这是 你不说 我不说 那就没人会知道七哥哥的是 九少俭乐之挣扎 尝试说服顽固的八哥 八少俭于光门眼 眼睛微眯 凉凉地腻了他一眼 寒光从镜片闪过 那眼神像是在判断和斟酌 他算不算违反了简佳家规 九少俭乐之被八哥看得几倍发毛 有些心虚 但强烈的求生又要让他立马改口 我得听八哥的 八少俭于光见状 点头 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九弟 你要知道一点 简佳正是因为简佳家规的束缚 才能团结一致 也是在新城有着极高的拥护的基础 有多少势力盯着简佳 这个不用我提醒你吧 一旦行差错就 简佳将万劫不复 你别忘了 他今早可是亲口承认 将简佳三千一百条 加归属背于心的 你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妹妹会吃下这份亏 我们主动检举 还能让七哥从轻发落 不然等招哥妹妹去挑明 那七哥才是真的惨 九少俭乐之文言沉默了 因为他感觉八哥说的还真的非常有道 他们这个妹妹还真的干得出来 八哥 那我们现在还去给他一个教训吗 九少俭乐之迟疑了一下 问道 不了 走吧 在招哥妹妹回去前 我们先回去处理七哥的事 八少俭于光心里宁静似的 我可不是吃亏的主 贸然出击 这个教训还不一定是谁教训谁 需要从长记忆 我看了一脸颓废的女销售员 想了下 找了个从款机 从卡里取了三万出来 卡里的余额还有五万左右 还算富裕 道歉 别累你了 这是给你补偿 我将三万块钱一股脑 塞进女销售员的手中 没给对方推托的机会 不要推托 给你钱 两清 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能用钱解决道 我们就用钱解决 正好我也不缺这点钱 如果你不要钱 那你说个别的条件 反正我要的是两清 女销售员从忙碍到震惊 再到无措 到嘴拒绝的话 在对上客人严肃的表情时 耿住了 他想到家里的情况 再加上他现在被辞退 确实需要钱 迟一了一秒 还是收下了 三万块其实得多了 假如按照二百块的工资计算 他得全年无休工作 一百五十年才能赚到这个数 说来是他赚了 谢谢 女销售员深深去了一宫 感激到人生气 我见他收下 松了口气 白白手 转身离去 逛了一上午 什么都没买到 说实在的我是真的很生气 一时也没了继续购物的心情 再加上现在也到了吃饭的时间 我果断找了一家口衣店 每每吃了一顿 饭后 好心情也回来了 去最近的农贸市场买食物 我现在唯一可以储藏东西的地方 只有万借书店二楼 不过二楼的空间也不算很大 而且也没有保鲜功能 肉类和水果类的食物 不适合这个时间点采购 那就剩下调味料和乳类和五穀类的食物 梦中的我在极寒冰雪世界里 苟延残喘了四年 也就是说这场天在最低也要四年以上 那我最少需要储存四年以上的金百米 你好 老板 我要购买两千斤大米 我往柜台一站 对着柜台后 霹里啪啦摁着计算器的中年男人道 中年男人摁计算器的手一顿 诧异的抬起头 看向眼前的小姑娘 将人上上下下打扬了一番 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说你要购买多少斤 两千斤 我道 超过一千斤 需要后勤部管理层以上的人员审批的采购文件 两千斤 则需要后勤部副部长审批签字的文件 请你出示一下 中年男人没在说什么 公事公办的 我承诺了 还有这规矩 你没有审批文件 中年男人见我迟迟没有动作 一下就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大米是管控物资 可不是谁都有那个资格进行大量采购 事实上 买粮还需要实名制 一人一年采购量不可超过600斤 这是按照一个成年男人一天的饭量所制定的限量 中年男人嘴里叼着一根烟 烟乳点燃 他往身后的座椅依靠 露出的肌肉若隐落线 小妹妹 新来的 话中的钱意思是 刚从外城来的 毕竟内城人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这个规矩 我扫了一眼他嘴里的烟 倒是没有隐瞒 嗯 昨天刚进的那场 两千斤的大米价钱可不低 你有那么多钱买那么多粮食吗 中年男人点点头 眼底有好奇 若有所思问 我看着他 斗了下 慢吞吞道 有 我昨天晚上刚给自己找一个储备钱库 他有钱 能将被包养说的这般理直气壮的 倒是个人物 中年男人心里感慨 不过他对此并未多说什么 我一看他表情就知道对方是误会了 但我没有解释 因为没有必要 除了要采购文件审批 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没有 好 我知道了 我没有跟他继续浪费时间 转身离去 关于新城的权力结构 我不是很清楚 审批文件的事有点麻烦 但不多 反正简佳肯定有人在后勤部任职 只要简佳有人在 办法总会比麻烦多 有了这趟的经历 我先后去了牛肉档 猪肉档 羊肉档 鸡鸭鸭肉档 拍产品 各种调味料的杂货铺 等店铺都逛了一圈 最终得出的结果是 各种肉类都有统一的限量采购 超过一定数量 也需要后勤部签字同意 杂货铺的调料限量 倒是宽松些 海鲜也限量 甚至比肉类的限制还要苛刻 虽然除了四座主城之外 都是水域 但一百年前的天灾 对水资源的污染 丝毫不比陆地弱 我整理着所得的信息 抑郁了 手中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 神色有些颓丧地走出能冒市场 走着走着 路也不知不觉中越走越偏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恰好站在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里 四周很安静 我听到了一阵阵拳打脚踢 已经奔哼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 我熟啊 往前些年 在我还小的时候 经常发出这样的声音 那时的我 为了活着 每天跟其他的乞丐强食 打架 哦 说打架是高顾我了 应该说我是单方面 被一群年纪稍大的孩子群哦 我想起以往 忽然莱丽丝兴致 寻着声音过去 没有惊老那些人 更没有出手帮忙 只是安静地站在一旁 静静看着五六个山马特少年 对着地上蜷缩的人 拳打脚踢 我平静地看着地上之人 紧紧抱着头 不发一言 缩着身子 尽量护住身体 避开腰海 是个能忍的 嗯 那模样 还真是越来越像曾经的我 像一条狗一样蜷缩着 挨打的人似有所感 睁开一条眼缝 披向我所在的位置 四目相望 一个眼底气飞如墨 一个银白如冰雪 唯一相同的是 眼底是同出一辙的冷漠 以及对活着的渴望 这群人中一个长发女孩 第一时间发现了我的存在 她连忙叫停其他人 这是我们的私事 不要想着多管闲事 如果不想挨打 赶紧离开 长发女孩眼中有警惕 威胁道 我闻言 将视线从地上之人的身上挪开 还像说话之人 我歪了歪头 露出一个软弱乖巧的笑容 我就是路过的 好奇 你们不用理我 继续 长发女孩很意外我的回答 可以正因为我的回答 他们一行人 反而更加的警惕 其中有一人小声道 姐 这人出现的太诡异 而且她的反应也很奇怪 要是这人喊一声 被巡逻守卫发现 这事可就不好处理了 今天要不就到这里 长发女孩想了一下 点头 给了其他人一个眼神 然后快速离开了 哇 我真是指路过 怎么说了实话 反而不信呢 人走了 巷子里很快就只剩下我们两人 地上的人默不作声地 在地上趴着 既没有请求我帮忙 也没有向我道谢 只是安安静静地趴在 倒是呼吸略微有些粗重 我从袋子里掏出一根冰淇淋 一步一步走进对方 蹲下 慢吞吞地舔着冰淇淋 两只眼睛平静地落在对上身上 一时之间 他啪啪的 我吃我的 两人像是杠上了 等我一根冰淇淋吃了大半 一直躺在地上装尸体的人动了一下 然后缓慢地抬起头 看我半秒 最后落在我手中提着的塑料袋上 我也要吃 声音嘶哑 语气理所当然 甚至带着认真 我舔冰淇淋的动作顿了顿 眼中闪过一丝性慰 我很认真地挑了根柠檬味的冰棍 最便宜的那款 递了过去 长那么漂亮 还有一头漂亮的银色长发 我还以为你是女孩子 没想到竟然是男孩子 话说你的眼睛也是银白色的 和你的头发还挺搭的 搭配在一起 还挺漂亮的 是天生的吗 银白长发少年拿过冰淇淋 快速地吃了起来 狼吞虎咽的营养 但又不显粗俗 反而透了一股优雅 我也不在意他的无视 自顾自导 或者你是从某个实验室 逃出来的实验体 银白长发少年 听到实验体三个字 这次终于有了反应 他眼神警惕 其凶狠地瞪着我 仿若一头野狼 下一秒就会咬破我的喉咙 看来我猜对了 我微笑着再次掏出一块面包 寻寻诱惑道 要跟着我混吗 管饭 银白长发少年 朝我嘀吼一声 一把抢过我手中的袋子 转瞬间 消失在巷子里 我看着空空如也的手 再看看空空如也的巷口 笑了 在我梦中 与这个俊美的银白长发少年 有过一面之缘 不过 那时的她 是唐姐剪灵墨身边 武力之一流的保镖 有意思 我喜欢翘墙角 尤其是一个有实力的墙角 梦中我的惨境 所有的不幸 都来自于唐姐剪灵墨 准确点说 我所遭遇的一切 最后都有她的手笔 一场房梁梦 让我知晓了未来五年的事 虽然因为我有了的少许偏移 诡计 因为按照梦中的场景那般发展 不过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 那个银白发少年 按照诡计的发展 他后面会成为唐姐剪灵墨 背后最大的助手 嗯 这是容我仔细想想 要怎么截胡 剪家人如果只是同梦中一样 选择默视我 孤立我 我无所谓 还乐得自在 反正我也不在意他们 等我筹集到物资就走人 我思绪翻飞 一会思索着物资 后续行动的事宜 一会思索着要如何招安 那股如狼一般警惕的少年 随着思考 时间也飞快过去 我一脚踏入剪家宅子大门 一只脚刚进去 一名佣人就来到我身前 毕恭毕敬道 二小姐 老太爷正在客厅等你 跟着佣人来到客厅 剪家一大家人 一眼过去 齐齐整整 这次现场还出现了好几个小孩子 比昨天人还齐 就连生病的剪灵墨都到场了 坐的位置还挺惹眼 就坐在剪老太爷 左手边下手的一个位置 也是唯一挨着剪老太爷做的晚辈 当然 还有一个惹人注目的家伙 笔直柜在大厅中央 气息冷立 背影透着一丝 桀骜不驯的七少剪家和 看着他 我心里大致有利丝丝猜测 我巧妙地往剪七少身旁 往前一点的位置一站 洋装好奇的腻了太爷 这一眼带着居高临下的幸灾乐祸 老太爷 你找我 七少剪家和 看着我欠揍了小表情 忽然有点想掐死我的冲动 剪老太爷威严的视线 若有所思地扫了我一眼 点头 随即开口道 好了 该到场的人都来了 那么开始吧 我刚刚误测过 大厅里空着的位置 都坐满了剪家女人和小孩 大多都是站着的剪家男人 唯一空着的位置 就是加老太爷右手边 我很想嚣张地坐过去 但想到了我还未到手的物资 还是乖巧地往旁边一站 老七 老八老九陈述可是事实 剪二爷得了老太爷的命令 神色莫名地看向 跪着笔直的二儿子 是 七少剪家和没有狡辩 直接承认了下来 剪二爷眼中闪过一抹失望 但还是快速宣判到 剪家和触犯剪家家规第555条 仗是欺人 和剪家家规第70条 记录威胁自家兄弟姐妹 根据检局者的请求 又念你是初犯 认错态度良好 惩罚如下 停职一周 关押剪家自逃三天 你可有意义 我听到这个惩罚 忧生的目光轻飘飘地 从剪八少和剪九少脸上扫过 亏我刚刚还在心里 夸了剪七少聪明 结果却是被检局 所以说 事发的过程 这两人就在不远处 又或者说 他们在跟踪我 检局者拥有求情的权利 只要触犯家规的人行为 不是那么过分 从轻发落 是可行的 当然 如果是主动认错 惩罚只会宽松 还真是兄弟有爱的一幕啊 我心里有点遗憾 早知道有这变故 我应该第一时间回来的 不能看到剪七少挨棍子 好失望 想到挨棍子 我不免想起 梦中我阴 阴啥事来着 算了 不重要 反正我挨棍子的事 当时我被当众行刑 剪七少是第一个出生 不允许行刑者放一点水 那一发 湿板子 我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虽然我心里知道 梦中的事都只是一场梦 但我小心眼啊 失灵其境的荒凉一梦 让我对剪家 任何一个人都生不起一丝好感 一人除外 十一少剪清心 但也就一丢丢 拇指盖斑 不多 不足以太上心 九少剪乐之 忽然感觉几倍一凉 下意识看向我 见对方一副神又天爱的表情 莫名松了口气 可很快又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竟然害怕我 一时又感到一阵憋屈 他堂堂剪家九少 还是我亲哥哥 他为什么要去怕我 越是这样想 越是憋屈 无处释放 他只能暗暗瞪了这个妹妹一眼 八少姐于光如光 一直在关注这个妹妹 所以在我投过来视线的瞬间 就捕捉到我优深的眼神 他浮了浮衍近况 心中的猜测 基本得到了证实 看来赵哥妹妹一开始的想法 确实是想打小报告 那一眼 忽莫着在心里给他们记上了一笔 愿他们横插一脚 再往深一点想 或许我是猜到了他们今天的跟踪 对此 他倒是不是很在意 知道了就知道了 都是一家人 他不希望兄弟姐妹煎到的这般僵 他这样做 有一半也是为了我好 浑身都是刺 需要收敛一下 否则吃亏的只婚是我 这么一对笔下 还是凌落妹妹好 做什么都把握在一个肚子上 人单纯淡雅 永远待人和善真诚 让人舒适 如淡雅的菊花一样高尚纯洁 或许他该迂回点 让爸爸去提醒一下五爷 早日给赵哥妹妹找一个李老师 终归不是在简家长大 心里有埋怨 在外沾染的一些恶习 得好好改一改 我没有意义 七少简家和知道 这是能从轻处罚 多亏了八弟和九弟 自然不会去犯唇 简二爷点头 赵哥侄女 你是受害者 对这个惩罚 一个意义 没有 我硬道 同时在心里付菲 都已经有了决断 我还能说什么 日子还长 不差这么一回 况且简七少的好日子 可还在后头呢 我看着他的侧脸 别有深意的笑脸下 但愿到了那时 他还能像现在这般 嗯 骄傲自信 二爷 凌落 可以说一句吗 就在简二爷即将开口前 一道清冷淡雅的声音响起 顿时 客厅里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简凌落身上 我闻言 第一反应就是 妖惑惑惑惑 来了 来了 简二爷缓和了一下语气 温和道 凌落侄女 你说 语气轻柔的 与刚刚宣判七少剑家和处罚 严厉冷酷时的他判若两人 看来是真的疼爱 我感慨 细想而言 简凌落得体地道铃声谢 随后看向八哥 八哥 你刚刚说 七嫂发疯 针对简兆哥 是因为他在七嫂球救中时 却袖手旁观 对吗 八少剑玉光能言谋光 闪了闪 食指倾服了一下眼睛框 是的 凌落妹妹 简凌落 也就是说这个因 是简兆哥自己造成的 七嫂有了心理创伤 七哥今天所做的一切 只是想安抚宽慰七嫂的情绪 虽然方式错了 但也算得上是情有可人 况且按照八哥所陈述的过程 七哥只是在七嫂情绪崩溃 维护七嫂 根据简家家规定666条 人就自家人时 无论亲书 应优先选择伤情严重者 说到这 他看向我 简兆哥是妹妹 七嫂却是七哥的内人 二者总得有一人要受心委屈 七嫂又得了病 情绪不稳定 七哥为了七嫂伤害她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也在情理之中 这样的情况下 二选其一 优先选七嫂 七哥的做法有错 但也无错 因此二位爷 凌落觉得 七哥的惩罚重了 而关押祠堂这条可剔除 简二爷听完 眼中闪过一抹赞赏 他这个侄女 心思灵萌 是个好苗子 就是可惜先还是太软了些 他看了父亲一眼 见他安静地喝着茶 并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也没有反对 凌落侄女的反驳 一瞬 他心中就有了决策 虽然关押祠堂三天 也就是饿三天 这个惩罚说重也重 说不重 也可以说不重 凌落侄女说得有理 惩罚就改成停之一周 简二爷看向另外一个侄女 眉眼深邃 一板一眼地询问道 招哥侄女 你觉得呢 我勾唇 很轻很轻地笑了一下 左脸颊上的小酒窝浅浅的 很乖 漆黑的瞳孔闪烁着一抹一光 一眼望去 深不见底 与之对视的一瞬 让人有种被扒光了的济视感 我觉得不怎么样 我悠悠然往前走了几步 再次 嗯 再次站在七少俭家河前面一点 我俯视着眼前跪着的人 居高临下 甚至说可以是屁你 七少俭家河本能地抬了一下头 仰视着我 对上我视线的一瞬 他愣住了 可很快 一种莫名的耻辱涌上心头 我竟然让他跪我 还俯视藐视他 我怎么敢的 眼色一时也变得极差 开口的瞬间 带着咬牙切齿的愤怒 谁让你站在我前面的 我像是在看一个傻子一样 腻了他一眼 悠悠道 又不是我让你跪在我后面的 七少俭家河一梗 俭家其他人 一时有些微妙地看了我七一眼 如他 他这话问的确实挺蠢的 但又有些气恼我不识大体 欺辱自家哥哥 没礼貌 我没再理会他 只是看向简灵诺 大小姐 你刚说简七少的未婚妻受到的伤害 是因为袖手旁观造成的 你既然都亲口承认了 那就说明灵诺妹妹的说词 就不存在问题 继续狡辩下去还有意义吗 九少姐乐之没忍住 开口就吵闹道 呵 我轻笑一声 只是笑意不打眼底 慢吞吞道 我需要纠正一下 首先 简七少的未婚妻确实向我求救了 其次 我一个人美心善的大好人 可是有帮助他 为了帮他 他可是整个人都缩在我身后 可以用我来隐藏自己 一点都没客气 他还得感谢我呢 简家众人一墨 我吃笑一声 笑意不打 原本他是可以避开一劫的 说来 也是他自己人缘不好 被他不知哪个好姐妹眼尖认出来 还被指出位置 这可就不能赖我 他们这事啊 是姐妹间的有父同享 这是仅剩下的幸存者 可是都知道的事实 要是不信 欢迎你们去查哦 最后一个字尾音拉长 带着无尽讽刺 客厅一是安静的 只剩下我那讽刺 前全的尾音回荡着 七少简家和脱口而出 语气里带着一丝埋怨 你竟然一开始就帮了安维娃 后面为什么不继续帮 只要再等了会 我们就能来了 简七少这话的意思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要主动点 脱掉衣服 躺下 张开腿 让海盗们先轮流和我爽一爽 牺牲我一个低贱的外城建民 为你高贵的优雅的未婚妻 争取一点时间 是这意思吗 七少简家和郑住 他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真是该死啊 我没给他开口 用最平静的语气 说着最低俗的话 平静的就好像不是在说我自己 认错态度杠杠的 脸上一点表情都无 都怪我不够主动 不够浪 更不该遮掩容貌 这样汤姆森 阿维娃推我出去挡灾时 海盗准能一眼就能为我的美貌疯狂 毕竟我长得这般漂亮 绝对能点燃他们全身的多巴胺 等我张开腿 骚一点 绝对能让一个个海盗多巴胺膨胀 争先恐后抢着地来 伦我一个低贱的建民 正好能给简七少高贵的未婚妻 争取到好长时间呢 我有罪 恕我不是好歹 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建民 不该袖手狂观 更不该眼睁睁看着 一个个海盗排着队 去长检七少高贵未婚妻的滋味 他病了 怪我 应该的 恕我不是好歹 每一个字都是用陈述句 句句在认错 可每个字都带着深深的讽刺 沉默 简家众人都一脸震惊的看向我 为我粗俗的话 也为我话中的内容沉默 我这一番话算是直接挑选 涛努森 阿维娃在船上的经历 算得上是一点遮羞布和体面 都不给老七四七俩流了 尤其是他口中一口 一个自我贬低的贱民二字 听在简家人耳中 刺耳 且讽刺 像是在无形中 打了所有简家人一个重重的耳光 一个个听了浑身都开始有些不自在 眼神都开始飘忽起来 而我说出的话 聪明如简家人自然能听出 表面我字面上是讽刺 七少简家和和他未婚妻 一个傲慢 一个歹毒 实际从侧面讽刺大小姐 简凌落伪善 康探人之楷 欣欣作态 简凌落也不是唇货 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他的脸色有一顺扭曲了一下 很难看 清敏了唇 开口道 我没有零意思 况且我 打住 我抬起一只手 阻止他继续狡辩的话 笑眯眯地附和道 大小姐不用解释 你千金之躯 一直以来都生活在象牙塔里 铜墙铁壁一般的安保 内心自然纯洁无瑕 为人正气 善良 舍己为人的大好人 我懂 我都懂 但愿以后大小姐不要学汤姆森 阿维瓦那般不知天高地厚 脱离家族保护 自以为是天下无敌 当然 倘若大小姐每天想不开 真干出这等蠢事 要是和我一样倒霉 遇上求救的女孩子 我相信以大小姐舍己为人的善良 肯定能利用自己的美貌 勇敢地去保护他们 我相信你 我这话全是赞美之词 可现在 每个一个词如同利刃 刀刀扎人心口 简落林月听 脸月黑 一口气更是梗在喉咙里 我都说我不是善良的人 心思也不纯洁 也不是舍己为人的大好人吧 他敏唇 看了眼家中的哥哥们 最后敏唇低头不语 那委屈的模样 活脱脱像是被人妻子惨了的小白兔 简家小辈原本同情我的人 见我这般不分清红皂白的 牵入洛林妹妹 一个个活气都被挑了起来 若不是有长辈在 他们此刻恨不得立即跳脚 上去教训我一下 好安抚一下洛林妹妹 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不允许他们在此刻 当着那么多长辈的面放肆 一个个最终只能气脑地瞪着我 简家长辈本 对我粗疏不雅和暗讽的话而皱眉 以及对我常年流入在外生起的一丝怜悯 这下听着我再次针对简六灵 一个个脸色顿时都沉了下来 那点怜悯也在请客间烟消云散 他们觉得这个新找回来的侄女 不仅言语粗俗 气量也小 生费率极强 领约还有点牙字必报 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 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向老五 眼中的寒意不言而喻 尤其简大爷 身为简洛林的亲生父亲 自己的宝贝闺女被人一次次贬低 心里的怒火是压都压不住 管别人可不可怜 她只知道这个新找回来的侄女 是个刺客 而且她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我对她宝贝闺女 好像抱着很强的敌意 接收到几位兄长视线的简五爷 这其中就水大哥眼神醉了 她感觉很无辜 同时她也觉得自己这个闺女的言行举止 真的太粗粗了 张口闭口都是见语 她心里有些难受 昨天知道闺女找回来 她们夫妻是开心的 可两人都是不善于言辞 也不善于煽情的人 原本想着让我好好休息几天 等我适应了简家 她们再去找我谈谈 可乃成想 闺女一回来 就跟她刺头一样 看似乖巧 很没张嘴 读得很 我是懂如何用最软弱的语气 说出最气人的话 完全与我的形象不符 明明笑起来是那般的可爱 尤其是我脸颊上小酒窝 和小十一真相 她们知道 弄丢闺女是她们夫妻的错 可这不是我顶撞长辈 讽刺兄弟姐妹的借口 这是不对的 看来给我找李老师的是 李家快脚步 简伍爷在心里看了口气 暗暗想 你 粗俗 欺少简家和愤怒 我那般贬低自己的未婚妻 可理智告诉她 刚刚她质问出来的话 有点不讲理 可洛林妹妹是为了她求情 被我这般针对 她不能忍 况且她那话 也不是要我先生牺牲我自己的意思 只是想表示 我能帮忙争取一下时间 就一小会 她们就能赶到 阿维娃不是那样的人 肯定是你恩将仇报 故意污蔑她 诋毁她 你怎么可以那么歹毒 欺少简家和忍了忍 还是没忍住 再次补了一句 为自己未婚妻解释 啊对对对 我粗俗 我歹毒 我再诋毁她 你高尚 你大方 未婚妻都得睡了 你都能无动于衷 我说点她的话点头负荷 丝毫不戒查 辩解更是不可能 我为什么要自便 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也没意义 甚至浪费口水 如果有需要自便的问题 那就直接将问题丢回去 让提问题的人 自己去圆问题 反正让我自证 能都没有 我眼中一转 坐了一下 画风陡然一转 用剔派嫌弃的语气对道 简七少 你知不知道你很无能 要是我是你 我早就带兵打入 比多海盗团总部 跟他们不死不休 不像简七少 只会陪六分七 欺辱他人 迁入他人 真真是将七晚叛应 表现得淋漓尽致 七少简家和面色 账得通红 双眸喷涌着怒火 愤愤不平道 你以为比多海盗 是什么阿猫阿狗吗 还不死不休 你说的倒是好听 有本事你倒是打一个舵看看 是他不想吗 不 是不能 他真以为比多海盗 是想打就能打的吗 真是不知天高低厚 我像是看傻子一般 闭了他一眼 很不给面子的翻了白眼 你老子没病吧 又不是我对婚妻被人欺误了 我做什么去干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 你看我是什么绝世大冤种吗 你无能 但请不要戴上我 谢妖 这最后一个句 字字精准在老虎头上蹦跚 刺激对方的每一条神经 九少俭乐知不知味哈 看着憋红脸 却吐不出一个字的七哥 竟诡异的 觉得他有那么一丢丢的可怜 你闭嘴 七少俭家和七红了脸 怒吼一声 一下跳了起来 就要冲上去教训我一顿 真是可恶至极 我说的每一个字 字字在扎他的心 他是不想报仇吗 他那是不想报仇吗 啊 当他知道阿维娃遭遇了什么时 知道自己有多愤怒吗 他恨不得将所有的海盗 碎尸乱断 可爸爸不同意 爷爷不同意 城主 城主更是连面都还没见到 他为自己的无能愤怒 连为自己心爱的女人 报仇都做不到 原本这一点愤怒 对他压在心底 想了在其他方面 赔上一下阿维娃 关心他 体贴他一下 他哪里做错了 可现在我将他埋在心里的愤怒 直接挑明在明面上 那被压抑的怒火 是再也藏不住 瞬间找到了一个出气口 爆发 前老太爷 救命 我早就在防他狗急跳墙 几乎是在他有动作之前 用最快的速度 跑到简老太爷身后 嗯 拿他挡灾 事实上 挺好用的 看着被简大哨迅速问在地上的七少简家和 我眼中闪过一抹可惜 将指缝下的明珍收了起来 我偏了一眼神色肃杀 终身都散发着冷漠的简大哨 暗自撇了下嘴 假如我刚刚躲的地方 不是在简老太爷身后 这家伙绝对不会那么快出手 别以为我刚刚没看到 他看我的一眼 是带着杀气的 不过我不在意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也喜欢这样 他们想干掉我 却又干不掉我的感觉 一个字 爽 我缓缓勾起了嘴角 居高临下的朝七少简家河头去挑衅一眼 这一眼要多嚣张 就有多嚣张 忠目睽睽之下 不适合对他出手 那对子挑衅一下 总没错 毕竟能让自己心情愉悦的事 要多干 不然容易乳腺不通 不利于身心健康 哎呀 大哥 你放开我 我在挑衅我 可恶 可恶 我今天不揍他一顿 难消我心头之怒 七少简家河 瞪着赤红的双眸 剧烈挣扎着 死死兵地躲在爷爷身后 朝他挑衅的妹妹 气得肺都炸了 和大哥的力气大的可怕 他压根就这么拨不开 好气 好气 死丫头 凭什么挑衅他 够了 简老太爷分言呵斥的 回头 看着一脸惶恐地躲在他身后的小姑娘 心中一是觉得有些好气又好笑 吵小丫头招招手 丫头 别怕 我过来爷爷这里 我乖顺的上前 低垂着脑袋 一副我知错的委屈表情 软弱的嗓音 带着连兮兮的头稳道 老太爷 你老看到了吧 简气上要杀我 他这算不算违反了简家 第351条家规 不可手足相残 我好怕 呜呜 简老太爷默了默 刚刚那股对人的气势 哪里去了 还有 他有那么可怕吗 尤其这顿竿子往上爬的本事 简直让他无语的同时 又感到一阵心泪 这个孙女 很聪明 就是身上的刺太扎人 对简家也没有多少归属感 看来我心里对简家还是有怨的 其他简家人都被我变脸 且见凤叉针的行为惊呆了 一时表情都有些微妙了起来 同时也对这个新找回来的侄女 有了新的认识 翻脸是真的比翻书还快 嘴读起来 嗯 是真的读 还是无差别攻击的 谁与我对着干 我就双腿还回去 用软刀子 真真是一点亏也不愿意吃 对于老七忽然抱起 确实出乎众人预料 至于想杀我 但肯定是没有的 顶多就是教训一下我 可现在经我那张巧嘴定性 不是杀我 也变成是要杀我 这个罪名可不小 看来老七的处罚 不仅不会变轻 相反 惩罚加重 丫头放心 爷爷为你做主 简老太爷安叹了口气 威严的视线再次落在老七身上 朝老大摆了白手 示意他松手 老七 你真是太让爷爷失望了 你纵容未婚妻 伤害自家妹妹 妻如简家劣食一孤 暴徒出手教训新妹妹 重罚你二十大板子 会自堂三天 停止一个月 梦管家 打板子 你会亲自亲自看着 都散了吧 听到二十大板子 我七黑的毛子 瞬间亮了亮 这就是传说中的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吗 简爷爷 我可以关心吗 我睁着亮晶晶的眼睛 看向简老太爷 嘴角弯起 可爱的小酒窝 让此刻我软软的 很乖 很可爱 简老太爷心情复杂 这一声简爷爷 来得真是错不及防 但 很受用 也很怨啊 虽然不是爷爷 但有进步 这是好事 况且 这是总归是老七 对不起金哥这丫头 所以 太远了 虽然感觉这样对老七 似乎有点不太礼貌 但小丫头难得 对他这一言放算戒备 即便不多 没事 一点一点来 就委屈一下老七吧 简家其他人 显落灵垂眸 被齿轻咬在下唇上 某中有什么快速闪过 最难以置信的是 七少简家和 他张着嘴 愣在了原地 一时静眼望的反抗 等第一个板子 落在身上时 他才重新回过身 然后就与我 现在落后的脸对势上 顿时一口老血 堵在嗓尾眼上 在板子 打到第十下时 直接气晕了过去 昏迷前他满脑子 都是我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就很欠揍 我观赏完行刑 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原本我开口要观刑 其实没报太大的希望 所以 我只是讨巧的 稍稍利用了一下 检老看一眼 他现在对我这个 刚找回来的孙女 心里多少是有那一丝联系的 可能不多 但足以 况且 我只是事实 实在是心痒痒的 再加上心里憋着一口瘀气 梦中检老太爷 对我这个亲孙女 老实说 两人见面的机会 除了吃饭的时间 就是被处罚的时间 其他的时间 还真的接触不多 对我算不上好 也算不上坏 只能说是一样的漠视吧 不过是 多了一丝联系 不多 且也仅限刚回来的那段时间 我站在落地窗前 重重地吐出一口瘀气 我感觉心情 是前所未有的顺畅 我想 或许是因为 我为梦中那个可怜 且卑微的我 讨过了一口气 那个 我对减七少也是伤心的 称了上尽心尽力 百一百顺 就很蠢 过程我不想再去想 反正就是光是一想 我都觉得心气不顺 随时会心梗病发作 梦里减七少让我痛了一个月 我来监督一下 免得有人放水 不过分吧 好在 二十板子 梦管家没放水 至于黄粱一梦 只是一场梦 还未发生 这 我可不管 反正我气不顺 那自然得顺了才行 与其将自己憋出病 不如一起痛且快乐 你说什么 汤永森 阿维娃阴沉着脸 死死冰着庸人 庸人对我的扭曲的脸 惊了一下 连忙将脑袋往下捶了捶 遮住视线 颤生将简家 对减七少的惩罚述说一遍 虽然过程 他们做庸人的无法探查 但结果还是清楚的 尤其是 简七少被仗打后 晕厥罚贵慈涛 二小姐不仅安然荣 甚至还特别去关了行 简家家规 一般不会允许关刑 除非严重触犯家规者 可这次 二小姐也允许关刑 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该死的贱民 汤永森 阿维娃一把将桌面上的东西 扫落在地 脸色特轻 简老太爷惩罚简七少 甚至允许那个贱人关刑 这是在暗中敲打他 让他适可而止 凭什么 他们简家 凭什么侮辱他 明明受了委屈的是他 好恨 好气 简家和这个废物 废物 废物 就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要不是他说想他了 他会偷偷跑出来 千里迢迢来见他 如果不是为了见他 他又怎么会遭遇自动侮辱 他们简家人都欠了他 他们都该死 都该死 最该死的是 简金哥那个贱民 如果我能大方点 不去遮掩我的容貌 以我的样子 肯定能为他争取时间 我一个贱民 竟然敢轻贱他 而且 简家人肯定将他的情况 告诉了本家 那边很快就会派人过来 想到可能来的人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打了哆嗦 不行 他一定要在本家来人前 扭转局面 只要他有了价值 那么他就不会被抛弃 他再也不想过回以前的日子 绝对不行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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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维娃用脚挑起她的下巴 我要你去帮我做一件事 废物 阿维娃小姐 您请吩咐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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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维娃身子往前亲了亲 在她耳畔而言几句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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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无论他怎么梦 嗓扬越来越严重 迷迷瞪瞪间 睁开了双眸 然后就一双如墨色一般七飞的眼睛对视上 他的呼吸猛然一致 瞳孔一点一点放大 生理上的恐惧 让他本能地想要喊出声 身体上对危机的反应 也让他下意识要跳起来 做出反抗的动作 当然 锦一瞬 他就惊恐地发现 他压根发不出一点点声音 身体更是动弹不得 储藏钱库 你终于醒了 我眨下眼睛 开心道 九少简乐枝 这声音 他是化成灰了 都能听出来 不是 他怎么在这 他不是好端端地睡在自己的房间吗 难道他梦牛 然后又一次跑来我房间吗 不对啊 他怎么不记得自己有梦牛的习惯 我见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拿着引脑 轻轻扫向他的鼻子 小声嘟闹 难道还没醒 是不怕痒吗 那要不用刀 不怕痒 总怕疼吧 嘀咕的同时 我也真的这般做 掏出我的手术刀 九少简乐枝 吻孔俱振 呆 呆 唉 唉 等等 那么你压了不要冲动阿维 刀剑了你眼 是他不想开口吗 他那是压根开不了口阿维 九少简乐枝张嘴 但什么声音都没能发出来 就连嗡咽声都没有 他是又急又气又闹 我顿住 手术刀就停在在他脸颊几毫米的位置 表情那么丰富 看来是醒了 既然醒了 那你这一只会死吗 九少简乐枝感受着手术刀冰冷的寒意 整个人都不好了 生怕我又手抖 他的俊脸就多了一道不可磨灭的伤疤 他用眼神示意我深更半夜 溜进他房间到底想干嘛 这下 他算是彻底清醒过来 他不是梦游到我的房间 而是对方不讲武德 半夜偷袭 溜进他的房间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的话 他要是能知一生早知了好吧 我轻拍了下脑袋 像是终于想起来了什么 一脸欠就道 抱歉啊 除非乾酷 我刚太开心 一时忘了你暂时说不了话了 九少简乐枝 好气哦 可他弹不掉我 更气了 我也不是很在乎他在想什么 自顾自的说 我这样做 主要是为了避免你醒过来大吵大叫 吵到其他人休息 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 九少简乐枝 好气 索吵醒 他睡觉就礼貌了 这人怎么可以这么双标 但他开不了口 想对上一句都弹不到 啊 更气了 你关 安静点 听我说 等我说完我就走 我手中的手术刀 轻拍了下他的脸颊 软糯糯的安慰道 九少简乐枝 你今天跟踪我 对吗 我顿了下 如果是 你就眨一下眼睛 如果不是 嗯 你别眨眼睛 九少简乐枝 我见他不断眨眼 皱眉 不跃道 你干什么一直眨眼 你眼睛出毛病了 九少简乐枝 我是在找茬吧 还是在找茬 人正常情况 每分钟需要眨十几次眼 我到底知不知道 我的要求有多为男人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戳下你的眼睛 我不耐烦地威胁道 九少简乐枝 下的不敢眨眼了 因为他心里雷底 感觉我说的 倒做得到 他委屈啊 我见他老实下来 才满意地点了下口 再次软弱地开口 你今天跟踪我 对吗 九少简乐枝 人的眼睛都触住了嘞 文言快速眨下眼睛 简八少也在 九少简乐枝眨眼 是你提出检举简七少的 九少简乐枝 睁令眼睛不动 不是你 那就是简八少了 我弯纯 眼睛微微 简七少未婚妻 开除的那种销售员 知道吧 九少简乐枝 心里为八哥莫爱了一鸟 快速眨下眼睛 明天 你去给他 重新安置一份新的工作 要钱多 安全 待遇好的 能做到吗 九少简乐枝也觉得 七哥这是做得不对 因此应成的很快 这是 对他来说 不过是小事 我满意地点点头 从兜里掏出一份清单 往他眼前一对 纸张上的东西 你去给我准备好 九少简乐枝迟疑了 不是他小气 而是黑灯瞎火的 他压根就看不清 清单上都写了什么 他要是一口硬呈了下来 万一上面有涉及 不该涉及的东西怎么办 次是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补充了一句 放心 上面只是一些衣服和食物 没有围巾物 九少简乐枝松口气 忍着眼睛的酸涩 眨下眼 表示他同意了 我认真的看了他半晌 忽然 我慢吞吞道 其实 我没问问题的时候 我不必忍着不眨眼的 我很好奇 一直不眨眼 他就不难受吗 九少简乐枝文言 脸瞬间就黑了 不过现在黑灯瞎火的 在黑也看不见 我得到我想要的 自然也懒得再跟他浪费时间 从他床头跳下 很快消失在他的房间里 九少简乐枝茫然 不是 你压得离开 好歹帮他解开一下 这该死的麻醉禁锢啊 再不记 你让他开口说话也好啊 一周的时间 眨眼就过去了 我大致也熟悉了简家的生活 至于简五爷 也就是我名义上的爸爸 给我请李一老师 今日也隆重登场 李一老师 是个熟人 梦无礼的 同时 这女人也是简大小姐的梁师姨 你确定让她来教我李一 我笑应的 看向简五爷 眉眼如墨 小酒窝配上这软弱的声音 乖乖巧巧的 就听着 看得很乖巧 简五爷望过闺女脸上的表情 竟罕见的迟疑了一下 见过自家女儿用最软的语气 说最脏的话的她 此刻一见我这副熟悉的表情 莫名的她心里就迎起一股不太好的感觉 可以想到我无礼的行径 最后还是将这一抹官给摁了下去 她在离开前 自我安慰了一番 不要想太多 不过是学李一而已 能出什么事 应该不 会吧 简五爷带着忐忑且不安的心情去工作了 忙碌时 时间总是很快就能过去 就在她悠闲喝着下午茶的时候 听到庸人禀报的时候 她还是正在了原地 等她匆匆忙忙赶回简家 就看到痛苦呻吟 狼狈不堪 鼻青脸肿的李一老师被救护车抬走了 简五爷看着远去的救护车 恍若隔世 只问道 我眨眨眼睛 无辜道 简五爷 你在说什么 李一老师的事 跟我没关系 是她自己走路不看路 从楼上摔下去的 有楼梯监控可以作证哦 简五爷不信 她看向一旁的梦管家 谁摔倒能将自己摔成猪头 管家磨了一秒 垂眸 点头 确实如二小姐说的那般 李一老师是自己摔的 简五爷哑然 她很清楚 管家不会撒谎 我随意地扫了一脸中年管家 魔光闪烁了一下 简家总共有两个管家 一直是封在她身边 也只听从她的命令 这个小管家 叫孟管家 是老管家的儿子 主要负责简家大大小小事宜 对简家是忠心的 也是恭敬的 当然除了我之外 一半是看不上我 另外一半 估计是抛桥了简大小姐 在简家人心里的地位 所以对我存在着敌意和排斥 毕竟是从小看到大的人 有私心很正常 我不在乎 但要是他自己不识趣 凑上来给我打 我也不会手软 简五爷 你都不知道 李一老师是个变态 我第一天来上课 就一直打我手 你看 我手都肿了 我伸出红肿 且惨不忍睹的手 告状道 白皙的手上是一道道 触目惊心的痕迹 我偏了一眼自己的手 肿的 我很满意这个效果 不过不是被打的 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假象 也就看着恐怖 实际上不疼 今天的老女人 总是找借口来教训我 在我反杀了 我有的是办法 但对方挨了走 可看起来却完好无死 后面 这人老实了 知道从我手上跑不到好 才放弃了要惩罚我的念头 至于摔下楼 天地良心 还真不是我干的 顾过这事 那老女人一下疼了受不住 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说来也是巧了 简五爷看着 眼中闪不应我疼惜 同时对李老师 下那么重的手 对付一个孩子的行为不悦 吩咐道 孟管家 这人下手实在是没亲没重 对一个孩子 都下如此重的手 他自身的理念也不过如此 将他辞退 并且拉入黑银单 永不聘用 给二小姐 重新找一个新的李老师 永不聘用 这个惩罚很严重 尤其是被简家拉入黑银单 相当于李老师以后 都不用在这一行混了 孟管家张了张嘴 想要为李老师说说情 可再对上二小姐手上的伤势 沉默了 真是蠢货 二小姐再怎么样 都是简家的二小姐 其实她可以随便欺误的 就算要做 也不懂做的隐晦血 再者 简家五爷对这个二小姐 多少还是愧疚怜悯的 卸下的结果也是看自找的 在心里按骂了一句 恭敬道 好的 五爷 我诧异 我告状 不过是随便说说 手上的伤也是做做样子 你简家一看 告诉他们 我也受了伤 还是很严重的伤 主要是为了 免得他们脑残的 将李老师摔了 鼻青脸肿的锅甩到我身上 虽然吧 一半的伤是我造成的 但还有一半是我自己摔的 真的跟他无关 能省掉麻烦 还是省掉 至于他们会不会为我打抱不平 我压根就没到有期待 因此 听到简五爷的吩咐 还真是意外极了 没想到我生物学上的爸爸 会为我出头 可就算如此 我也不会感激他的 我本来就是特意下来 显摆一番我的杰作 既然知道了老女人的处置 那就没了继续溜达的意义 虽然就这样放过对方有点可惜 但算了 谁叫我善良呢 也不知道 让简九少准备的东西 准备了怎么样了 要不今晚再去找他聊聊 正在验收一车调料的 九少简乐汁 只觉得鼻子一痒 一脸打好几个喷体 是谁在骂他 九少简乐摸了摸鼻子 暗暗复匪的一句 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 万界书店今晚来的客人 第二位客人 是一个身姿轻盈灵动 容颜绝美 金色的长发在灯光下似时 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耀眼且夺梦 最吸引人的是他一对尖且长的耳朵 很特别的一对耳朵 将美人衬托的空灵且纯彻 你好 独乃精灵国第一公主 拉瑟福德 克洛伊 冒昧闯入 还请前辈见谅 克洛伊睁开眼睛 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 出现在一片明雾中 走了许久 才在明雾中找到 这唯一亮着灯光的地方 尽管我心里紧闭 可脑黄色的灯光 稍稍驱散了我内心的京剧和寒意 纠结两久 我还是决定去看看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处立在明雾中央的一间书店 书店给我的感觉 一种危险的感觉 我不敢放肆 况且能避开精灵守卫 将我悄无声息 弄到这里的人 绝非等闲之辈 来者是客 我眼睛一亮 尤其美人客人还如此客气 我良好的待客之道 瞬间复品 笑意一道 贵客 欢迎来到万界书店 若有看中的 可拿等家务品交换 拉瑟福德 克洛伊没想到店主人 如此温和有礼 本来还紧张的心情 这下一缓和不少 见店主人说完话 就一副你随意 观看的模样 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些什么 他随便找一个书架 取了一本书来 在看到书封面的刹那 他正住了 随后瞳孔一点一点放大 是失传许久的生命之全 拉瑟福德 克洛伊一页一页翻看着 越看越心惊 越看越激动 我注意到他的情绪波动 好奇之下 瞥一眼他手中看了书 然后我沉默了 我不懂 一本小学一年级语文 有什么值得激动的 难道是书本里面 暗藏了什么 我不知道的秘密 前辈 不要兑换这本书 可以吗 拉瑟福德 克洛伊合上书本 小心翼翼地看向店主人 空灵的眼眸里 都是期待和渴望 我接过书本 随一番看了几页 在抬头时 一言难尽地瞥了眼前 这位自称精灵第一公主 美人一眼 我非常确定 这就是一本非常普通的 小学一年级语文 可以的 请问你要拿什么来兑换 我公事公办的开口 拉瑟福德 克洛伊注意到我的表情 还以为我不同意 现在听到这话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又有些紧张 我思索了一番 从储物戒指里 掏出一本秘籍 幻影五部 这无精灵族不外传的质保 幻影五部 紫密集专注于 提升精灵的身法和速度 拉瑟福德 克洛伊知道精灵族传家秘籍 不可外传 这是犯了禁忌 可现如今 我储物戒指中 能勉强拿出来 等加兑换的宝贝 就只有这本幻影五部 况且 机会难得 天知道等离开了这里 他还有没有机会再来这里 这是上天给精灵族的机遇 他必须把握住 我闻言 眼睛亮灵顺 不过我机动归机动 还是按照流程走 让书店给出判断 能否兑换 很快 万界书店给到我反馈 勉强可兑换 从书店兵冷的反馈来判断 他不是很乐意兑换 我将勉强两个字 反复琢磨了一番 但无论我怎么琢磨 我都觉得 是买方吃亏了吧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一本非常普通的 小学一年级语文 兑换一本武功 立即幻影五部怎么看 都是他们赚了 然而 万界书店一副 他亏大发了的语气 是怎么回事 我吐槽万界书店归吐槽 既然我此刻 感觉自己赚了 反正就是 我的感觉不算 万界书店的反馈 才是真正的 我只要跟着万界书店 走就对了 司机子 在拉瑟福德 克洛伊紧张的眼神下 我微笑着 果断摇头 抱歉 客人 你给出的条件 不能达到兑换的标准 拉瑟福德 克洛伊人一言 神色一下就暗淡了下去 眼里的失望是实实在在 我其实心里也知道 用幻影五部兑换生命之权 确实是不够合的 前辈 无限的手中最珍贵的宝贝 就只有这本秘籍 储物戒指内的东西 都是一些小玩意 不是很值钱 但也算得上价值连城 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拉瑟福德 克洛伊仗红着脸 将储物戒指的东西 一股脑子倒了出来 舔着脸肯求道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 有些过分和不要脸 可他不敢赌 不敢赌 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 他还有努力机会来到这里 我看着桌面上 一件件闪闪发光的宝石 以及各种奇怪的草和花 一点一点抬头 坐在对方戴在手中的储物戒指 莫了一遥 无视万戒书店小小的抗议 我眉眼一弯 随脚上扬 可以 但你手中的戒指要一起给我 万戒书店抗议 我无视 抗议无效 一人一精灵 就这样友好的达成了交易 目送客人离去 我立即拿起储物戒指 按照精灵公主的指示 滴血认住 我感受了一番 空间说大也不是很大 说小吧 也不算小 简单点来说 大概可以储存100人左右 有100年的食物量 还真是磕睡重来了 送枕头 这下只要我储存到足够量的物资 那第二次天灾极寒冰雪世界 我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人 则 所以 还得想办法收集武器 不过极寒冰雪世界之后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天灾 要不要将后续可能出现的天灾 也预备上 万一真的出现了呢 比如极热 永夜 酸鱼等天灾 我觉得可行 原本思索的储藏空间问题 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 我只想表示 开心 这一开心 我就沉沉睡了过去 完全忘了 今晚准备去找 剪酒上聊天了的事 数日 三少剪清涵忙碌了一整晚 刚进门 一眼就注意我的身影 即便我身上穿着一套 深灰色的衣服 灰扑扑的 但也难以遮掩我 练艳绝美的容颜 以及超脱一般人的气质 金哥 这么早 是要去哪 三少剪清涵 线下碰巧撞上这个亲妹妹 他也没想着避开 直接将人喊住 我从对方一进门 就注意到他的存在 原本想着避开 乃成想 一方会主动过来凑上来 剪三少 早上好 我乖巧喊人 主打一刻 有问挑着答 反正我不想说 难不成他还能强迫我不成 三少剪清涵也不在意 神色温和 吃了早餐再出去也吃 语气也很温和 乍一听是在关心我 实际上他语气是不能质疑的 甚至带着一丝强势的命连 我如墨一般黑的瞳孔 轻轻扫了一眼他的眼 面色温和 眼神清冷 带着疏离 多谢剪三少的关心 我今天想在外面吃 不会饿着我自己的 我笑一遇到 三少剪清涵注视着我的眼睛 像是要将我看透 我的微笑很完美 完美的有些假 话回答的也很完美 可仔细一点听的话 能听出我话中的讽刺 要我安排司机送你吗 对于我不经意间 录出来的排斥 三少剪清涵很轻地笑了下 不是很明显 我看了他一秒 拒绝 不用 我不确定 这人是不是想要派人 监视我的行动 反正我不是很想跟眼前 这个生物意义上的清歌接触 这人总是在无意间 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看似温和有理 实则对谁都熟理 除了简洛林 从第一天开始 我就发现 只有在面对简洛林时 他眼中才会露出真心实意的笑 就连目光都是柔和的 不是那种伪装的柔和 而是真情流露 我直接越过他 在他赤裸裸的注视下 离开简家庄园 在半路上 又遇到了老熟人 正在慢跑着往回跑的简九少 和一脸生无可恋的简十一少 九少简乐枝 在看我的第一反应是 掉头 站住 我挑眉 慢吞吞道 如果你是想和我 放个时间聊的话 那你就走吧 九少简乐枝 刚迈出去的大长腿 一下就将在原地 心理上 他的浑身的细胞 都在叫嚣得快走 但身体却诡异的老实 是半步也不敢踏出去一步 我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可现在的他 还没想出办法对付我 金哥妹妹 早啊 我刚不是要走 我就想起来 我好像掉了一样东西 准备回去找找 九少简乐枝 露出一个僵硬的笑 甘巴巴道 十一少简清心茫然 一会看看九哥 一会看看妹妹 九哥跟金哥妹妹 有这么熟吗 忽然有点羡慕 他想开口跟妹妹说话 可他不敢 好纠结 十一少简清心 拧了敏唇 视线小心地扫过 双胞胎妹妹的眉眼 妹妹真好看 想和妹妹贴贴 她在心里反复复盘了好一会 低垂着脑袋 小心道 妹妹 早上好语气是生硬 且带着一丝羞怯 偷描我的眼神 害羞 且带着一丝渴望和好奇 不带任何的敌意和排斥 她的声音 更是如蚊子一般小 怯生生的 像个小白兔 可我听清楚 还听得非常清楚 瞧着她的模样 心中硬是竟觉得有些稀奇 头一次觉得这一声 为云略耳 我嘴角一弯 小九窝入隐乐线 十分好心情地回了一句 十一哥 早上好呀 十一少简清心听到称呼 先是一愣 随即猛然抬起头 眨巴着两只亮晶晶的眼睛 眼底的开心 是怎么压都压不下去 右脸颊的小酒窝 扎然一线 此刻 双胞胎兄妹的表情 如出一辙 又乖又软 九少简乐之 听到我那声十一哥 震惊的同时 还有种被雷劈了的即使感 为什么你叫十一弟是十一哥 叫我就是简九少 你再差别对待 但想 九少简乐之跳脚 心里不得劲 酸溜溜的开口 况且 明明是我先跟你打个招呼 你怎么只回应十一弟 你这不公平 哦 我收脸表情 面无表情的应用一声 九少简乐之 更不爽了 怎么整 东西准备的如何了 我才不管他在想什么 直入主题道 哼 九少简乐之撇开头 冷哼一声 不搭话 我定定看了他三秒 耐心好尽 十一哥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妹妹注意安全 十一少简青心 乖乖点头 轻声道 九少简乐之见 我就这样走了 一气之下去气了一下 他有些闷闷不乐道 他区别对待 他是故意的 他还无视我 他怎么敢无视我 十一少简青心看着九哥 欲言又止 连导他 还是什么都能说出口 九哥明明就很在意妹妹 既然在意 那又为什么 每次见到妹妹 就浑身十次 况且 他不也在区别 对待洛琳姐姐和妹妹俩人吗 九哥双飙 他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一下 嗯 他就吐槽一下 不然 九哥得跟他红脸 九哥脸皮薄 肯定不会承认的 早就走远的 我可不知道 他们俩人在想什么 似乎找一家早餐店 每每的吃了一顿 走的时候 还打包了几个肉包子 被我放进了储物戒指中 我摸着手中的戒指 心里每滋滋等 我坐了一辆车 离开内城 前往外城25区 三小时后 25区 我将车停靠在一个略微隐蔽的地方 静静等待着 极寒冰雪世界的四年 最安全的地方 是城主管里的内城一区 其次就是外城一 七 十九 二十二区 虽然外城能活得艰难 但起码还能活 相比外城其他区域的混乱 吃人 这四个区算得上是天堂 其他区域的暴徒也不敢靠近 因为城主的人重兵把守 线下 我除了需要准备物资之外 还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住所 从我打探的消息上 最安全的地方 是一区的秦水小区 当然 想要购买里面的房子 可能性为零 有权都办不到 因为所有入住秦水小区的人 都需要城主亲自同意 和审批文件 可以说很严苛 简家人或许能跟城主谈谈 但我和简